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 因为7月27号 今天就是我28岁的生日 所以今集就很特别的和大家去聊聊天 作为井仔点看这个频道半年来的回顾 首先都好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因为今天都收到好多观众 有人就打电话给我 有人就WhatsApp我 有人短信我或者微信我 都好多谢各位观众 今天都愿意封一封利时给我井仔 真是好多谢大家 由于今集比较特别 不讲平时的开场白就直接开始了 28岁的生日再过多两年 到时就30岁不年了 时光匆匆飞逝 其实由27岁到28岁的这一年 有一样东西我自己都颇为自豪 就是说我是全年无忧的 就是每一天都有去拍三条片 是说除了患了新冠的那一天的早上 真的拍不到片要去看医生之外 基本上所有日子所有时间 无论打风下雨 年初一二三 还是怎样都好 我都是继续去拍片 其实这一样东西我自己都很开心 即是代表了 我是很重视自己在做的东西 还有我猜不到自己 曾经作为一个很懒惰 在家里都睡了三四年的人 我现在有这种降劲和魄力 可以全年无忧 还有如果准确一点 其实我由26岁到27岁的那一年 都没有记错好像都是全年无忧 即是已经是处于一个两年无忧的状态 好了那去回顾一下我这半年来我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就觉得这半年来说 除了有家人病 和自己又中了新冠之外 在事业上面 在拍片上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颇为顺顺利利的 一方面 我有去听很多观众给我的善意的意见 我就开始懂得去修炼了自己 因为我都知道 过往的自己有时候是比较暴躁的 例如说 子女行间的时候 我忍不住会去提某些人 去攻击别人 我也知道 而且有时候在某些 我觉得是人神共愤的话题的时候 我就会说一些颇为过分的说话 当然粗口我没说 但有些比较字眼是有攻击性的东西 我也有说 其实也有不少观众就是建议我 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明白的 但你常常看着 就是担心我会去被人伏击 被人去追击 我也很感谢各位观众的善意提醒 所以 我都在这方面 我没可能说自己是完全修炼到的 因为甚至乎 在这个七月来说 我都或多或少有去说话比较激进的 但对比起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 那种激进 那种不知订阅 相信也有个对比 由于学会了修炼 所以今年这个半年 基本上是没有因为得罪人 所以被人搞 所以有任何额外的支折 有时候我都已经开始觉得 这种平平淡淡 你不需要因为 去攻击别人 然后互相 你骂我我骂你 然后骂了一些骂劇之后 就博Viu跳升 有时候反而就是 平平淡淡的时候 不需要去顶人 不需要去 怎样怎样追击人 可能都是一种幸福来的 你不去主动辽事端 人家都不会主动去伤害你 不过这种事情 就不是说井仔 遇事就缩 有时候 真的遇到一些邪恶势力的时候 哪怕我知道 蓝营其他人 不会出声 不敢出声 也好 但是去到一些道德底线事情 我哪怕是以卵击石 也好 我都会意不容辞去发声 因为我现在 其实直到现在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拍片 我后面是没有任何支持 当然有没有人支持我 有的 就是在看这条影片的各位观众 以及一直以来 默默支持井仔的观众 有一句说话 我觉得说得挺好的 你被什么保护 就被什么限制 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同样是能够令你不见天日的 我始终如一 我所有东西都是亲力亲为的 既然没有人为我遮风挡雨 与此同时也没有人能够令我不见天日 当然没有人为我遮风挡雨 就代表了 其实我过去这两年 都历尽过很多的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在特别风吹雨打的时候 有时候会很渴望自己 希望可以像其他人那样 会被保护 会有其他其他的事情 但有时候 当一段比较辛苦的路 当你走过之后 就会发现 有时候有些事情 是因为你在外面 经历过风吹雨打之后 所以你才会 那个成长 特别是一些心态上的成长 是来得更加好 相对地 自己是变得更加硬朗的 除了一些我个人心态上的变化之外 由于没有人保护我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担心 就是说 有些建制派的话题 会不会不说比较好 因为我不需要去说 担心些什么 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 特别就是说 完善了选举制度 爱国者治港之后 正正就是 议员的职责就是监察政府 那谁去监察立法会议员呢? 你说将来的区议会 麦美娟说了 会有监察制度的 但是我都会觉得 如果立法会议员 可能有些言论 是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我作为公众的一小部分一员的时候 我都觉得 既然我不是随属于任何政党的 所以我就应该将一些 我看到的不满去发声 因为有时候确实就是会说 政党的大人物 你怎会以下饭上去骂人呢? 这些对我来说 正正就是 没有保护散的好处 但是 这条路真的走得比人辛苦 不过就令我更加勇于 去贫良心说真说话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你连见到不妥的东西 你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限制 而不敢出声 其实跟那些黄人黄台 可能背后收钱说话有什么分别呢? 只不过就是说 一个说完就是反中乱港 可能会被人拘捕 但是另外一个说完 不用被人拘捕 那意思 我就觉得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没错 利益是很吸引的 但是 你不可以过分为了利益而失去自我 而变成了一个 单纯去讨好其他人的机器 因为你要认清自己 即我要认清自己的定位 我是一个说真话 我是一个说好说话的人 而不是一个我单纯为了去做拆鞋 所以将所有说话极度美化的人 虽然有时候可能在某些话题 你抱着两种不同心态去说 是可以说出来的说话是一样的 但是我相信 一个是为利益而说话 和一个是为底线而说话的人 最终是一定会有差别的 我自己就算我穷也好 我都会继续坚定自己去说好香港 和说好中国故事 其实关于说好中国故事 我最近在网上找到一个频道 我不和大家分享 总之那个频道 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政治知识 又或者是硬件资料 然后它又说得挺好听 又有图文并谋 我已经在那个频道里面 做了一个星期 然后刚巧在昨天前日 就有秦冠、王毅那件事 然后就可以令到我 由于已经开始做了那些资料 所以昨天拍出来的那条片 相对来说 我自己在内容方面 我都颇为满意 还有最后那条片 是有超过一万人看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以前是比较忌忌 去说一些中国政治 或者是中国做了些什么好事 不是说完全不想说 但因为我知道 我一说我就会被人限流 所以有时候我是明知道 自己被人限流也好 但是呢 我仍然都是抱着个决心 就要去继续去说 就是小人看不要紧 甚至乎没有钱贴钱都不要紧 那么继续去说 那么昨天那条片 就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不单止有很多观众看 还有呢 我都知道有很多观众 是从头听到到尾的 那么呢 其实都给了一个信心 令到我呢 将来是 即中国还有些什么的事情 去再作评论的时候呢 那么我都可以 继续放心 去用自己的分析 去说好中国故事 去为大家呢 去分析一些 可能大家 未必太过熟悉的事情 那还有呢 和大家分享多一件事呢 那大家呢 可能都知道就是说 井仔曾经呢 即是人生第一条 破了十万观看数的影片呢 就是说的 我当初拍片去评论美华事件 去骂爆个女保安那样 那时候就因为那条片 有十几万人看了 那所以呢 是有成 即是两千银的一个收益 那接着我就将那些钱 捐了出去给 帮助美华的那个 那个龙人机构 那个龙人协助机构呢 就在后日 礼拜六 那将会搞一个慈善聚餐 那由于呢 即是我都叫做捐过钱 那所以呢 都被邀请的 那所以呢 在后日的时候呢 那我就户外去拍片 那将会继续去和大家 跟进美华的聚新状况 即是究竟就是说 我个女保安奸计是否得逞呢 美华最后是否能够 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个单位呢 那有样东西很坦白的 大家都会知道呢 在以前 即是在2021年的12月尾 你跟风去讲美华事件呢 就有成十几万观看数 个个都争着去讲 或者这么说 个个都争着去吃这个人血饅头 那其实时间来到这里呢 就肯定呢 我就算再去拍美华事件都好 一定不会超过一万人看的 但是我就觉得呢 做人就始终有始有终 即都是那句啦 钱是很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 放在绝对的第一位呢 我有时候会觉得 即是在你衣食勉强上 可以封足的时候呢 尽可能就是说 令到自己做的工作 真是为社会带来意义 就不是说单纯呢 哪个话题赚到钱就算 即是你不应该是把所有人的悲剧 当成是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 没错啊 有时候我们去讲某些悲剧的时候 真是特别多人看的 我亦都不会说性仁都 就是说每一件事的悲剧 我都能够去捐钱 但是 对于某些状况 即因应不同事件而去定的时候 你叫我去捐几千呢 我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因为这个其实特别有意义 就是说十几万看这条片 接着我把这些钱全数捐出去 其实是代表到 起码就能够帮到人先 还有就是 能够帮一些比起自己更加弱势的人 因为我自己都是社会弱势的一份子 所以我更加明白到就是说 被人吃人血馒头的那种不甘 还有那些高高在上 食人人血馒头 还在那扮道德那些 有时候我就确实看不起太多这些人 尽可能就是用自己双手 用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帮到更加多 比起自己更加惨的人 因为大家看到我现在 好像谭笑风生 嘻嘻哈哈 现在确实比起人生低谷的时候 当然好很多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 经历过低谷 所以都知道 被人帮助在最低谷的时候 你不要说帮不帮了 有时候不落井下石的时候 你都很感谢那些人 所以就是 尽自己的能力 你说 例如是声音也好 影响力也好 怎样都好 希望可以继续去 帮人和去发出有意义的声音 因为大家都留意到 其实2023年的香港网上世界 你说好像我们评论时政 其实YouTube也是群魔乱舞的 好了 接着去到一些娱乐的领域 刚才才说完 微辣那些 又是很多道德败坏 暖七八糟的事情 还有大家都可能发现 19年的时候 有很多前辈冒起 但是来到现在 纷纷就是说了 不再拍片 又或者产量 比起过往 就少了很多 正正在这些时候 例如 各位的前辈 他们有其他正职去做 这些时候 就等我这些 真真正正正 普通的正常人 就去分享一下自己的声音 最起码 在越来越多人 叫做拍小组的时候 都可以多一个选择 给各位观众去选择 而不是说 有时候我为了 要去获取某些资讯的时候 迫着要去听 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要混合这些脏东西 好了 接着就分享一下 我对未来的方向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近这半年 我自己是拍多了娱乐新闻的 当然有些娱乐新闻 其实是真的值得说 因为有些娱乐新闻 不单止是娱乐八卦 那么简单 甚至乎 已经是去到一些 社会时事新闻的地步 但是有时候 为什么会说娱乐新闻呢 是因为香港 真的可以很静的 是可以有几天 连续几天 没有任何政治事件发生 甚至乎是连一些 可以深入讨论的 时事新闻都没有 不是说那天真的没有新闻 但是有些新闻是说 它最多就是值得我 放在神早新闻那里 说完评论几句就算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话题 每一单新闻 都可以展开 讨论二十多分钟 或者十多分钟 所以有时候 就选择娱乐新闻 而且娱乐新闻 普遍上来说 观看数都比较高 有时候观看数比较高 的话 确实是有个吸引性 但是 我这里不是说暗示 或者透露 井仔以后将会为了钱 所以就主力去讲娱乐 其实我自己 无心亦都无意 全职全力去做娱乐主播 因为我自己 第一 我知道在娱乐方面 其实我本身都不是太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 有时候比起其他人 就会更加劣势 而且我也知道 有时候娱乐新闻 烧一下时间 打一下牙咬 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带到一些 可能有用的消息 有营养的东西 那就未必 因为 如果我能够确保到 我讲时政 和讲娱乐新闻的观看数 都可以差不多 你让我选 我一定会去选 去跟大家讲那些 有意义社会重大事件 值得讨论的话题 但是 始终 香港和19年 远去 都四年 这是好事 最起码 大家 不需要每日 活在仇恨当中 不需要说 因为仇恨 好恨那些黄尸 有时候 没有太多政治新闻 令大家神经 可以放松一下 听下这些八卦娱乐新闻 都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也是那句 如果有正经事情 要说的话 就算我知道观看数 可能会很低 都会积极照舊去说 例如秦江事件 我昨天已经抱着心态 就是说 可能港元 都只有4千人 预算了 但是想不到 就有一个好结果 还有 不是说 条条都一定会有好结果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文川地震的周年的时候 我都有拍了一条片 我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文川地震当中的 纪念意义价值很大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地震 横跨了十多年的时间 是可以透过这个地震 看到国家的进步 国家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 我自问都叫做 在这条片做的功课 是多过其他影片 观看数 我与此同时都预算了 和努力是绝对不会成正比的 但是那时候就想不到 观看数可以低到这样 因为最后的观看数 好像只剩下2千 还是3千 不过这条路自己选 其实就没有什么抱怨的 我选择说好中国故事 要付出什么代价后果 这些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过当然 我始终 有时候未必那么成熟 可能会抱怨一两句 希望各位观众在这方面 可以多多包涵 我仍然还是有些小朋友 想发脾气的心态 其实我未来就希望自己 可以做一个全能型的选手 例如说 去到要评论政治 一些正经时事话题的时候 能够应付到 能够可以理清去港岛之余 然后去到将来有娱乐话题的时候 亦都可以说得比其他人 特别生动有趣的 到其时就令到自己 可以迎合更多不同观众的口味 因为我都知道 如果每条片都和大家说 政治、历史、军事、时事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沉悶 因为始终 YouTube这里不是一个课室 不是用硬性和各位观众去上课 所以 怎样可以令到一些正经东西 有趣去给大家知道 与此同时 怎样可以将一些娱乐话题 又可以混合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去和大家分享呢 这也是我暂时朝着努力进步的空间 另外 其实未来的我 是不抗拒和任何人 组织、机构合作的 其实我去年都说过同类型说话 现在叫做回顾一周年 实际上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没有人和我合作的 当中的原因很复杂 亦都不方便 亦都不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说 因为说完之后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 其实我没有所谓的黑材料 是很黑历史的 因为如果我真的说了出来 不是对我不好 而是对别人不好 但是本着 大家都是同阵型的人 有时候 就有些事情 就不会像对着黄人 那样说的 说尽杀绝 但是总之 我本人来说 是不介意和任何人合作 甚至乎就是说 你叫我去贴钱 当然不一定是贴钱的 例如是说 我要做所有的东西去包底 有时候就没所谓 不过最重要 就是看下 究竟合作的人 是否真的有 那个有心 因为如果有些人 是没有心 他连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 又或者他是单纯 无补不落 拜托了 不要找我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总之 未来就继续去努力 将来 自己走多远 都不知道 唯有就是 握着中指 握着底线的话 就算你走路歪了一点点 你都不会是说 离经背道 还有 说起走路的问题 我自己都挺开心的 因为我可以在30岁都未到的时候 就选到一条我喜欢 我做得开心 还有我觉得 除了能够养活自己 能够有进步空间 还有带给我人生意义 暂时可以定义为工作的一件事 因为有时候我回望去看过去就是说 如果当初我没有发生 港安医院这件事 我能够继续顺利毕业 去做一个登记护士的话 第一 可能我会活在一个 极多黄人的环境当中 被染黄都未顶 但是如果没有如果 但是有样东西我都挺肯定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这一刻 我是做登记护士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开心 就算你说 做登记护士人工很好 已经过了三年 可能约满酬金都拿到两个也好 但是钱就不一定是代表开心的 有钱都可能伴随着很大的压力 当然 我现在接近两年 不是接近了 已经是两年全年无忧的时候 你想想我做事有没有压力 一定有压力的 但是 怎样可以抵过压力 而令到自己 真是连一天的休息都不需要呢 其实就是说 你真是享受你做的事情 就算有压力也好 压力是可以变成你的推动力 但是如果你做一份工 你开始的热情是被消磨的话 压力是真的会成为一幅很大的墙 是令到你 就是吊着着命去上班 上班的时候行尸走肉 失去热情和热爱 我不是说我已经不喜欢做护士 那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其实我也很想可以做护士 但是奈何就是说 有些观众都问过我 你再去读书 别人就会收你 但是很可惜 有些很黑暗的事情 就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 就算你说我去再读书 其实我真的不可能再做回这一行 因为 我作为一个太过感言的人 例如就是说 我是将我当时发生的事 上过报纸的时候 已经注定了 既然你手持正义 你不用打算做护士 即是香港的护士 但是如果你回大湾区 去读护士课程的话 那这个就另一个故事 但是暂时 离乡别井 放弃家人 暂时就没有这个打算 所以 我是觉得自己现在 能够继续去拍片 有这么多位观众去听 我是很开心的 还有就是说 正正就是因为 我做不到护士的那段经历 是经历过很多千辛万苦 经历过 见过很多社会的不公义 不平等 甚至乎是有一些 因为我以前 其实都曾经 向过某些建制派求助 但是得出来的结果 都是很差 不过呢 当然我不在这里 就特意去挑挑 以前和建制派的事情来说 因为呢 我都无意就是说 去攻击别人 但是 正正有很多社会的不公 又遭受过很多 黄人的网络欺凌 令到我在19年的时候 就看东西更加清 更加知道呢 例如说 香港警察 他们是面对着什么人 那些黄人的网络欺凌 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情 还有就是说 一帮伤害人的人 为什么他们凭什么 他们有什么价值观 自以为自己是正义 那样呢 由于呢 以前真的接触过太多 衰人 被太多衰人 伤害过 很多他们那些 陰招啊 鼓滑招 有时候 为什么我经常可以对大家 这么多那些 骗徒会怎么怎么怎么 网上的衰人会怎么怎么 正正就是说 可能有某些 其实我自己也是受害者 我是用过来人的身份 和大家去提醒大家 怎样去提防的 那么由于 就是以前的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就 有很多不开心啊 不公义 不平等啊 见证过很多 政府部门的那些 垃圾东西之后呢 最终就成为了我的养份 令到这些东西呢 可以成为了我其中一个 拍片 可以去和各位分享的事情 还有有时候有经历呢 见到可能报纸有同类型的事情呢 我有些事情做过 我更加明白当中的事情 可以更加深入 去和大家在里面去分析 和分享 就是说 由于我以前 是被那些 真是终极高端的 黄黑人士去搞过 所以就 令到我呢 可以代入去 黄人的思维里面去想 包括 知道他们有什么行动啊 想到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啊 这样 令到我的思维更加立体 对于分析来说 都是有莫大的好处的 我有一件事 忘记了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会好奇 究竟我拍完这条片之后 今晚去哪里玩啊 有些观众 就以为是说 小子平时假扮没有拍拖 其实呢 今天生日呢 肯定是去拍拖 和女朋友吃饭 再三强调一下 我是没有这一样的配置的 那我呢 那我呢 今晚就 就是拍完这条片 出完之后呢 就和阿妈 和姑妈 还有阿爸阿妈 一起去吃饭 普普通通 去度过这个28岁的生日 好了 那这一条片就去到最后了 好多谢各位观众呢 去听这一条片 那其实呢 每逢生日的影片呢 都是特别少人看的 那无论上年也是啦 上上年也是啦 但是不要紧要 因为 当你会选择去听这一条影片 而你也都愿意 听到来最后的时候呢 都相信你是我的忠实观众啦 那所以就好多谢你 那还有呢 都好多谢呢 各位支持了井仔这么久的观众 那还有啦 亦都特别需要多谢呢 今天封了封礼士给我的观众啦 那好多谢你们的支持 那你们的支持呢 我全部都会收到的 那希望呢 就是我自己呢 就继续再努力啦 那可以呢 更加多人去留意到我 那跟着呢 亦都好希望呢 下年7月7号呢 又继续去拍这一条呢 生日和各位观众聊天分享的影片啊 那如果各位观众 你有些什么都想和我聊的 那你就在下面留言啦 又或者有些 比较私隐的事情的 那你可以去WhatsApp我啊 那我看一下 怎么样大家聊聊天那样啦 那好啦 那今集节目呢 就来到这里啦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好 就是这样 拜拜